請 那個 先自我介紹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唐鳳 我是台灣的數位政務委員 負責社會創新跟開放政府 還有青年的參與 因為我不是很了解 韓國人可能不是很了解 你的職位 那個是本來負責什麼 哪一塊的工作 我剛才講了 就是開放政府 就是政府的事情 怎麼樣子讓大家能夠透明的了解 並且參與 社會創新 民間有一些新的想法 像口罩地圖 怎麼樣子透過政府的力量 去全力支持 絕對不會去阻擋它 以及青年 特別是還沒有投票權的這些青年 要怎麼樣子參與我們公共政策的制定 那 因為韓國也是這次 就是很多大數據來防疫做政策 然後 那 為了安心的診所 就是管理等等 然後 就是 大數據也是一個幫助行政的系統 系統上面的重要的因素 那聽說台灣也是一個應用大數據導入政府系統 然後幫助不少這次的一個防疫 怎麼評估這個本系統 這個介紹一下這個系統的部分 像我才剛剛講的社會創新 運用的概念就叫做分散式的帳本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什麼是分散式的帳本呢 就是每一個藥局都可以看到他自己 以及旁邊的藥局到底還有多少口罩的存量 成人的或兒童的 但是不只是我們的藥局知道 全民都知道 不只是有口罩地圖的人知道 你透過像LINE這樣的聊天的機器人 或者是像Siri或者Google Voice 這樣子的說話的機器人 你都可以問一句說 附近哪一個藥局還有口罩啊 然後你就拿我們的全民健保卡 去那邊 如果是成人你就可以買9個 那如果是兒童買10個 每兩週一次 那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就可以讓大家及時的 當時我們是每30秒鐘公佈一次 所有的口罩的存量 所以當你買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那個存量真的有下降 如果他的存量反而上升 那就有問題了 你就會打1922 告訴我們的政府說 這個系統有問題 所以全民都可以來彼此 加強彼此的互信 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有一個叫吳展伟的朋友 他是一個台南人 首先想出來 而我們這邊去支持他 接下來還有一位台南人 叫做江明宗 也做了這樣子的地圖 他的地圖就被韓國的朋友知道了 韓國的朋友就運用他的這個想法 也說服了韓國的政府 在我們之後大概一個月 也推出了藥局的存量的這樣一個數據 那這樣的數據 就運用我們台南江明宗的地圖 呈現給韓國人知道 雖然江明宗其實不會講韓文 那算是有些年輕人一定有做的 就是政府這邊幫助幫助他支援 對我們全力支持 絕對不會去阻擋他 那那個數據是 不是政府要給他這個存量嗎 在最一開始 吳展伟的版本 是靠每一個顧客 如果現在已經沒有了 他要自己按他的手機去回報 這個叫做重包crowdsourcing 那當然當我們決定要全力支持他的時候 就是運用藥局連線的系統 每一次你購買插健保卡的時候 這個存量就會自動扣減 那這邊是靠人 這邊是靠機器 我們後來都是靠機器的做法 這個時間好像很快就上 對 從我們決定要做藥局版本的口罩實名制 到江明宗吳展伟 以及另外一個叫集管家 的這三個應用上線 中間只過了不到48個小時 不用透過什麼立法委員 就是行政院自己判斷 然後這樣很快的這樣 因為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這不是一個採購案 採購案是行政院有一個想法 你去找廠商簽約 把它完成 但是這一次是民間有想法 而且已經做出來了 我們只是提供它必要的資料 反而我們好像變成民間 這些朋友的廠商一樣 這樣子的情況並不是採購 為什麼可以 因為通常公交區塊很速度是 每個國家應該差不多 比較慢 你們是為什麼可以 這次為什麼那麼快速的 這是最 就是一般市民跟 政治當然為什麼 這麼快的連結 這麼快的可以上線這個 主要是因為我們互相信任 如果民間的這個想法 政府不信任他們的話 我們也不會提供 剛剛所說的開放的 政府的資料 來讓他的工作更容易 如果民間不信任政府的話 那麼政府就算發佈了資料 民間也不會採用 所以雙方的信任 就會造成我們彼此各做各的事情 但是做到的這個結果 馬上就可以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透過叫做 開放式創新 Open Innovation 這樣一種精神 這個你的職位 台灣是很久之前就有的嗎 政務委員這個職位 本來就有的 但是負責數位政策的政務委員 我是第一個 那為了預防這個口罩缺貨大混亂 那這是健保卡來的口罩嗎 然後這個是 就是你剛剛說的這個系統計圖 然後效果 你們有評估過這個效果 是有的 我們在一開始上線的一個月之內 就已經達到了大概人口70%的人 都有來使用過 我們經過分析 發現剩下20%的人 是因為他自己的工作時間比較長 所以他上班的時候 藥局還沒有開門 或是他下班的時候 藥局已經關門了 這樣子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去使用這套系統 我們為了這些朋友們 特別又打造了 叫做2.0的一套系統 讓他可以透過自己的手機 就預定之後 24小時都可以去他附近的超商 在下一個星期取貨 這個就叫做E-MASC 2.0 口罩2.0 口罩2.0 到底要聽誰的 但是在SARS之後 我們就深刻的檢討 於是設立了CECC 就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把所有各部門的專家 甚至跨部會的專家 全部都放在同一個指揮中心 他們內部討論之後的共識 就是所有人都必須要去遵行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還是一個勸導的做法 我們並沒有說 你不聽我們的話 就被抓去關 不是這樣子的 而是說當全國的專家 在每一個不同的層級 不同的部會 都有一致的見解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自然就不會有 好像大家你講你的 他講他的這樣的問題 因為當時這個發生的時候 因為全球最近都很少 然後這個有沒有很嚴重不知道 那台灣好像先開始說 這個是比較一個 比較嚴重的一個狀況 這樣的進行 那當時可能市民 一般市民是覺得 是不是太過度的這個 政府是不是過度的這個反應 然後你們是怎麼過通這個 政府跟市民中間 就怎麼宣傳這個疫情 就是要 就是每個市民要 謹慎的要 防疫這個狀況 要怎麼 就是怎麼 有些市民是覺得這個可能 這個疫情不是 不是全球 一開始不是全球性的 他們認為是 你說一月的時候 對一月的時候 好像只有 你們好像十月已經開始這個 開始這個很注意這個 然後其他國家可能 歐洲是完全沒有這個 這個想法 然後韓國也是 沒有到那麼嚴重 那台灣已經開始 就是很多 我們一月指揮中心就成立了 成立的時候 然後當時連就是我們 地方確診的個案都還沒有 對 那怎麼跟 那市民會覺得 是不是 只有我們 是台灣政府太 是不是太敏感這樣 那你們是怎麼宣傳 就是我們的 這個就是 就是有一個 有數據嗎 還是有證據 還是怎麼宣導這個 這個防疫的部分 不過這個叫做超前部署嘛 就是說我們說 從武漢來的朋友們 那他在班機上面 就要做一些基本的 這個健康 症狀的檢查 這個我們從1月1日就開始做了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李文亮醫師 當時其實就已經在 他們的社交媒體上面 有分享說 在華南海鮮市場 有七個SARS的確診病患 那雖然這個當然在PRC那邊 因為一些緣故 所以新聞記者可能就沒有去報導 那但是我們這邊是一下子就注意到了 所以如您所說的 我們從1月1號開始 就開始對此進行反應 在台灣任何人 只要是30歲以上還記得SARS 你跟他說現在有七個SARS的確診案例 每一個人都會覺得非常的戒慎恐懼 所以這並不是政府單方面的說服大家 而是我們集體的對於SARS 有一個我們叫traumatic experience 有一個創傷性的一個經驗 所以只要一聽到SARS 大家都會戒備起來 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當我們的CECC成立的時候 各個新聞記者都問了非常多的問題 他們就確定說每一天的下午2點 新聞記者問的所有問題 他們都回答 如果你有任何建議 你就打1922 你的想法可能就會變成明天記者會上面 所公佈的政策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跟民間的溝通是非常暢通的 這個系統是SARS過後 對而且我們每一年都會進行演習 就我們每一年在CECC都會模擬如果SARS重新來了 我們要怎麼辦 你們很重視這個疫情的一個 是 中部機關之間的 你剛剛說中部機關之間都一個警報就大家都集合 對那這個就是好像是發生一個重大的災難的時候 好比像說大的颱風大的地震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緊急應變的中心嘛 那同樣的我們這一次是由衛福部長 陳時中部長擔任這個指揮的長官 我們叫指揮官 那指揮官的意思就是說他不是一般的公務員 一般的公務員如果這個上級的命令跟他的想法可能有一些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公務員還可以距離力爭 但是當你緊急在應變的時候 那就有點像軍人一樣 就是陳指揮官去請兩位我們的防疫醫師 就是要去武漢了解到實際的狀況 那他們就是去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一點像是動員起來的一個體系 可以才那麼快的 不用通過什麼委員 立法委員就覺得可能實力 怎麼可以他可以決定 這個就是在SARS之後 我們的就是大法官 我們在司法的這個體系 要求立法委員去規劃一套 讓我們SARS如果再來一次的時候 可以反映更快的做法 所以因此剛剛這些做法 都寫在我們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那這種制度是可以 其他國家也可以學的嗎 當然我們所有的做法 各位都可以在 FightCovid.edu.tw可以看到 你們是也是跟可能跟你們有綁交的 或者是落後的國家都宣傳這個系統 我們沒有分有沒有綁交或落不落後 任何只要願意學習的國家 我們都很願意分享 那就算是一般民眾 那也可以上 台灣CanHelp.us 的這個網站來了解 知道最近韓國的情況嗎 韓國還沒開學這樣 就是我最近今天早上去台灣的國小 他們很開心的上課 因為韓國現在還沒有上課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就是約了韓國的就是相關的人員 幫忙講一下 就是公立的話 我想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我們在SARS的時候 有過非常多的缺口 我們了解到說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在SARS之後 才規劃了這樣子一套 我們叫台灣Model 台灣模式 我們很高興看到 好比享受口罩地圖 就是台灣這邊的社會創新者 已經跟韓國合作的具體例子 我們也很高興未來 如果有各種各樣的機會的話 能夠跟韓國的朋友一起合作 謝謝 謝謝 好 好